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晨早新闻报导 今天是6月5日星期三 现在的气温是26度 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盲种 天文台说今天大致多云 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 稍后骤雨会比较多 所以大家记得要带遮 观塘道发生交通意外 昨天晚上9点52分 一家28号的九巴沿着观塘道 驾到牛头角的启业村对开时 怀疑受到其他车辆影响而刹车 下层的一名女乘客跌倒不省人士 由救护车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抢救 仍然陷入昏迷当中 送院时需要戴上颈枯和氧气罩 双眼张开 但是人没有反应 消息指市主本身有长期病患 事发时和丈夫同行 警方正在调查事件 其实无论是巴士也好 还是有时候地铁也好 有时候急煞 都真的会突然之间有人跌在地下 不过今次就是说 可能刚刚一跌的时候 前面附近也没有人 搞到撞到脑子 因为平时在地铁有时候 繁忙时间人多 所以基本上是错 是整架车都退一退 但是基本上整架车都是人 反而没那么容易 头碰地 下一单新闻 之前一个女房处事务主任 明明没有去做突击检查 但是有办去做 最后被他的上司踢爆了 就说 喂不是 其中一个受访的住客已经离世了 最后这个女主任被追问的时候 才说 不太记得 后来联署就调查事件 发现这个人多次虚报 最后这件案 就是昨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决 官就说 裁定他18项罪成 判到要去到6月18日 拿起背景报告 被告期间获准保释 其实他做好查访的 明明就是说 他去到他捉人 不会有人敢给他面试看 个个都怕他收回自己的公屋 摆明就是一个笋工 你拿着政府人工 你还可以摆着一款态度 去质问人家 为什么有三支牙策 为什么有四对拖鞋 摆明就是说 钱你又收了 又可以把自己的怨气发示 但是他都要不做事 还有就是说 由于他检查得的 叫他上去查的 摆明就是有些东西 所以随时就是说 因为他一个人 可能收少了十几个单位都未顶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卫生厨的卫生防护中心 在昨日正在调查 两宗食物中毒个案 牵涉到四名儿童 他们分别都在上个月的三十一号 食用位于荃湾南风中心 大家乐餐厅食物之后 出现肚痛肚射的病症 全部人就已经求医 情况稳定的 而且就是说 他们吃了些什么呢 他们吃的是大家乐的儿童餐 吃完儿童餐之后 就怀疑食物中毒 病人的分辨样本 就对三门士菌 就是晴阳性反应 所以就怀疑有些东西是未煮熟 所以就会有三门士菌 我怀疑我两个礼拜前 那几天 可能我都是中了三门士菌 好了下一单新闻 意大利有三名年轻人 在5月31日尝试散步的时候 遇上暴雨和洪水 遭到冲走丧命 当时救护人员曾经尝试拋承索去拯救 但欲救无从 根据现场片段 三人被冲走前 是双紧双涌在一起 尝试与洪水角力 这场面令人心酸 其实洪水不是很高 不是淹没了整个头 是说去到他们膝头哥左右 然后去到膝头哥的洪水 都可以令人丧命 所以大家稀山 莫稀水 千万不要小看洪水的威力 下一单新闻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昨天宣布 由红磚站往返上海和北京的普通速度直通车服务 将升级改为以高铁取代 将会由15号起开通 由于承制直通车在2020年初疫情之下停运 只是恢复来往北京区域的服务 也意味着就是说 承制直通车在下周六就真的完全完 也是走入历史 李家超在见记者的时候 发布相关讯息 并且表示 现在新的高铁 即是上北京去上海 会提供臥床列车铺位 即是表示有床位给你去睡觉 属于叫做直发招致 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些车会安排晚上出车 跟着等人就可以晚上去睡 睡醒后7点8点起床 人就已经到了北京到上海了 其实都很适合那些 真的有大生意谈的人 还有其实坐高铁是比坐飞机的 当然你说飞机就这样飞的速度 当然是快点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方便 即是又要去一转机场先 然后又要等 check in 等等 如果你就这样一个高铁 就这样去到红磡站 然后过完关检一检 然后上车睡觉 起床直接到的话 很明显就是说 铁路也是有铁路的好处的 下一单新闻 食环处在昨日公布 土瓜环一个食市 叫做一尾靠滚海鲜四季火锅的持牌人 因为未准许而更改加热设备所使用的燃料类型 由于屡次违反食物业的规例 所以由作日器取消牌照 即时需要停业 这间商店两年内 就违规了六次需要即时停业 另外也是无间道义取景地 叫做洪福海鲜四季火锅的原子 无间道义 我认得哪一幕 即是曾志伟和肥话 一群人在吃火锅 接着一路吃火锅 一路听电话 就说不行 都是要交了毅家的数 那一幕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下一单新闻 昨日六四事件35周年 警方在铜锣湾和维远加强警力 警方表示 截至昨晚11点半 警方在港岛湾仔和北角 拘捕了两男两女 年龄介乎23至69岁 对于幼稚 现场有外籍记者被捕 警方表示 昨日有三男两女被带返警署 其中有两人是日本籍和瑞士籍 事后就全部被释放 警方表示 其中一名68岁的女子 在昨日在湾仔区的移和街公众地方大叫口号 涉嫌违反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下 第24条的煽动意图相关罪行 另外一名24岁和69岁的女子 在昨日夜晚在移和街公众地方 亦是刑绩可疑的 当警员上前去折查期间 这一名男子 华尔就襲击了两名的警务人员 每年到6月4日就少不免 总会有少少人继续不知 在这里叫什么 诸如此类的东西 其实一年给一年安静 其实不是好事 不需要又说什么 好像以前被人牵住了被指走 那么多年 但是 现在大家知道什么事的时候 就不需要又说在这里做什么东西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名香港居民就因为串谋以欺诈手段 取得航空公司的服务 被入警署拘捕和起诉之后 在昨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獄32个月 被告涉嫌串谋他人在机场禁区 透过中间人转交登机证 去帮助一名内地居民偷渡去到加拿大 这些都是一种挺新穎的方式 最后判了32个月 相信他都会接受到教训 即不是说什么 随便转交一些事 就可以当无事发生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有古坛医生之称的曹桂子 早前就遭到 看云财务和玩具大王 赛志明旗下公司追讨欠款 看云早已获得法庭颁令 冻结曹桂子7.7亿资产 曹和赛公司也被裁定胜数 他们为了想执行这个财务的裁决 要求法庭更改刊文对冻结曹桂子公司资产的禁令 以便追收欠款 最后这宗案在高等法院下判辞 批准了他们公司提出的申请 接着也引述曹桂子的政公 就说曹桂子已经资不抵债 如果其他债权人 就向曹桂子提出破产情情 或者他就会在短期内 遭到斑令破产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昨天也跟大家说了 一个中年的主妇因为心口疼 所以要入住马加列医院 留院一天后 就因为其他的心脏问题离世 当时就发现 不是的 他没有黏的ETG 即是心脏检查的东西 现在的专家证人作公说 由于心脏的情况可以快速变化 所以应该要去接驳这个心脏监测仪器 不过都是好像昨天所说 就算你真的认定到某一位的医护 他有错大 那又怎样呢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屠龙小队案 现在就继续审 案情就揭发了 原来他们曾经想着组装炸弹 就放在华人书院 就算在他们的队长被人抓了之后 也有些队员想继续去做这个行动 其实好搞不搞搞学生 还要搞名校 这些人 幸好他们不成功 否则也不知道有多少学子 就在他们手上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由于黄大仙区人口老化问题严重 居民对于医疗服务需求日增 多位立法会议员在昨日和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的代表开会 重提在黄大仙区内兴建一个全科的急症医院 民建联的李慧琼和选委界的陈凯欣 就形容官员态度正面 那我作为黄大仙人我当然支持 没理由每次都去其他地方 黄大仙有最好 因为黄大仙搞急症 你不只是吃黄大仙鑽石山彩虹乐富 基本上你还要吃池云山的人 乐富不算 乐富有佛教医院 不过佛教医院好像没有急症 所以在黄大仙区开定线其实都差不多了 因为我在这个区域都活了快30年了 所以我都很明白人口老化 跟着很多长者 晚上病了想看医生 都不知道怎么办的那种情况 还有开多几个急症室 可以变相为其他医院的急症室去减压 所以这件事是绝对值得搞的 还有就是说每年都会有些护士生产出来 所以多建几个急症室 等到就是那些不阻业的学生就有工作 当然我这里就不是说所有毕业学生 就去完这个新的急症室 而是说调走一些有经验的去这个黄大仙 其他你剩下的那些位置 又可以收一些新人回来继续去培育 好了 那下一单新闻 铜锣湾广场五年前发生的标刊劫案 三名匪徒拿着气枪和理刀行劫 奪去十二只名标 总值七十六万 一名怀疑是幕后主路的男子被捕 不过这名幕后主路没有现身 最后搞到现在最终裁定被告搶劫罪成 那官就把这案子押后到六月二十四日判赢 另外这案子两名落手的劫匪已经认罪 以及判囚八年 不知道这个幕后真空究竟要判多少年 下一单新闻 著名拍卖行街市德近日遭到网络安全危机 黑客组织声称已经入侵了街市德系统 并且获取了超过五十万个收藏家的敏感个人资料 威胁公开信息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在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 就说前日收到街市德的资料外事事故通报 超过八千名香港人受到影响 这些就不关我事了 因为这些是有钱人的玩意 特别是有钱人 他们就会比较在意自己的个人资料 还有呢 有时候就是说拍卖、艺术 这些会不会牵涉到 例如说融资、走资、甚至乎洗黑钱呢? 如果真是被人公开了这些资料的话 有些人担心就是说 可能自己一直以来的行径会被人知道了 随时就是说了 会揭发到其他不同的案件出来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中国海关就在礼拜日表示 近日在黄江海关的黄江口岸客运车 查获了一架大巴 里面就收了平板电脑和手机 想着入境 即是说由香港进入内地的案件 最后怎么发现呢? 发现大巴司机神情紧张 所以就露出破绽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已故铺王邓成波之指邓耀升 被指以两个物业抵押向财务公司借钱 但是拖欠款项 财务公司就在3号分两宗案 入品高等法院 要求阿邓和相关公司还钱 和交出抵押的物业 邓成波就惨了 即是想不到自己辛辛苦苦成为铺王 但最后铺要在这个最不值钱的时间 买得的就卖 然后又被后代拿去用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政府在3号启动了好客之道运动 旅法局也发布了最新一条宣传片 由古天乐担任主角 也意味着多年来深入民心的影帝刘德华所说 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是不够的 这个版本仍然是新版本 古天乐在新的宣传片中扮演一名故客 遇到很体贴的店员主动提供更多的赤串选择 令到他觉得宾至于归 更加在片尾带出新的好客口号 就说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不过当年刘德华那句 初初大家就很同意 但是过多了几年之后 大家都说刘德华那句 就害死了香港服务业 好了 然后来到今时今日的香港 其实服务态度这些 就都没得比 虽然你说人工低 所以黑面 诸如此类 都不要理这些 始终就是说不上竞争太大 人家不上那些小妹妹 小姐姐那些服务态度 即是香港就算你说人工再高 都未必能够达到人家那种水平 好了下一单新闻 两名曾经是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AS开户人士 声称曾经出席网红林作所举办的讲座 相信JPAS是持牌可信 所以就决定在JPAS开户口投资 并且用林作提供的邀请码 买入太大币 后来JPAS被指违反宣传和经营 两人就发现他们的帐户的资产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被转走 两人就在昨日日品区法院 向JPAS等等的多家公司和相关人士 去追讨185万港元 这一单新闻昨日和大家详细说过 这里不详细说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艺人张柏芝他的前经理人公司老板 叫做余玉兰 在日前发布了新歌叫做《耳犬之名》 当中指控张柏芝的不是 张柏芝在3号入品高等法院 控告余玉兰发布诽谤他的言论 他就说这个人透过发布不实的言论 去得到他人的关注 藉此获取个人的满足 又指他和余玉兰 本身他们另外有其他官司在身 指余玉兰想逼张柏芝達成和解 接受不合理的条件 他就要求法庭颁令 禁制余玉兰发布诽谤他的言论 要求他道歉和赔偿 但未有联名金额 好了下一单新闻 小西湾村的瑞乐楼在昨天清晨4号 电标房短路失火 搞到传动楼停电 经过全日抢收 在区议员直杰宁 在今天凌晨2点在Facebook表示 传动楼能够恢复供电 但由于电压不足 所以在临时供电期间 呼吁居民折约用电 以免用电过量再触发停电 另外就是说 包括升降机都只能有限度去运作 其实整栋楼停电的话 都会极度麻烦 我自己在一两年前都试过 我栋大厦整栋停电 只是我栋大厦 不过当时就没有上报纸 而是说我自己要在新浦江等到凌晨2点 然后才收到通知 有电了有电梯了 才回家睡觉 好了下一单新闻 旺角发生交通意外 在昨天晚上9点18分 一架的士沿着新田地街 又转到旺角道 和另一架沿着旺角道 驶过去的私家车相撞 姓杨的48岁的士司机受轻伤 事后就送到港华医院治理 消息就说 两架车的司机一度下车谈判 但其后呢 私家车司机和乘客汽车而逃 警员接报到场的时候就发现 已经人去车空 摆明就是说 要摸有人喝酒 要摸车里面就有非法药物 又或者根本就是有人开大胆车 所以就是说 根本就不是想下车去谈刷 就是想下车扮谈刷之后就顺便走路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晚上11点 警方就接获一名33岁的女子报警 就说自己较早前 就误信了一个人自称自己是vechat职员 被对方就骗走了53万 警员就接报到场调查 期间女事主突然之间就感到头昏 警员就接报到场 也都叫救护车 把女事主就送到去东区医院那里检查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在昨天就在港岛区那里 设计robot去打击那些罪嫁和若嫁 合共就折查了37架车 并且就向司机进行走精呼气测试 也都向两架私家车就发出了欠妥车辆报告 另外也都发现有些车 怀疑是非法改装 即是那些懸挂系统 死气候 砍盘 那些什么东西 好了下一单新闻 旺角就发生了集击事件 在昨夜的夜晚9点半 有警员在逃经奶路神街2号近住变电站对开的时候 发现一个46岁月男籍男子头部肉血 查问之下就知道 原来他较早前被三名男子襲击 对方逃到亚街路街方向 事主由救护车送到医院治理 当时整块面挂了彩 肩膊和手肘都受伤 幸好仍然清醒 据了解 事主就拿着闲街址 和兇徒并不相似 这些有机会就是说 在街上眼飙飙 不小心撞到 諸如此类跟着开人家球 好了下一单新闻 湾仔就有电车出轨 在昨天的夜晚8点半 警方接报就指 在天乐里和圆尼斯道交界 就有一架电车出轨 幸好无人受伤 电车当时就是由天乐里 又转到圆尼斯道东行的方向 当时有一条长50厘米 直径5厘米的胶条 就在电车右边的车轨 司机未有回忆 剪过胶条后就让成意外 电车公司就派人设法为电车脱困 和也都安排调避车到场 去到9点15分的时候就把电车移回路轨 电车及后就顺利洗走 好了下一单新闻 大埔在昨天傍晚就发生了华尔襲击案 一名华尔精神有异的女子闯入一间地产铺 对职员云无伦次 其后撞到职员之后就逃走 后来他就被人发现在上水登上别人的私家车 司机就向秦京的现场警员求助 警员就制服了这一名的女子 并且就叫白车将她送院检查 警方就将案件列作为 发现怀疑精神吻乱人士跟进 好了下一单新闻 赤柱监狱就发生了襲击事件 诚教署就表示一名在2022年5月就因为老毛 而遭到还押的39岁男囚犯 就在昨天的下午2点05分 在赤柱监狱职员当席室里面 突然之间情绪失控 襲击一名的诚教人员 在场的诚教人员就立即制止 并且在警告无效之后 就使用胡椒噴剂制服施集者 预袭的呈教职员手臂、胸口和腹部受伤 最后两人无需送院 经过简单的包扎之后就无事了 不过这件事都转交了被警方处理 因为毕竟是袭击呈教职员 这些按照着规矩都一定要通知警方 好了下一单新闻 海关的税收罪案调查科 在5月29日在葵冲和元朗 倒破两个大型撕烟储存仓库 合共检获了1260万支华尔斯烟 市值近5700万 应货税值达到4200万 扣查了两架涉案的车辆 拘捕了一名涉案的男子 相信他是一个抹约在新界区的撕烟集团成员 不过海关相信已经有少部分的撕烟流出死灭 好了下一单新闻 东九龙的警方又继续去打击那些电动可移动车辆 拘捕了19名男女 检获了19部电动单车又或者滑板车 好了下一单新闻 英国首相辛伟成和工党党魁叫施己言 当地时间6月4日出席由英国独立电视台主持的首场选举辩论 双方在辩论中就着如何解决生活成本危机 公共卫生服务轮后名单增加和减少移民等问题上正面交锋 民调表示两人的表现是相弱 当然不是说你辩论好就代表你一定赢 这些就拭目以待 不过对于英国来说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太关心 美国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独立抽出来看 英国是不具备打压中国的 但是美国就有能力去控制着其他国家去针对中国 所以要看就是留意美国他们大选 美国大选没有记错 好像是11月还是10月举行 好了下一单新闻 就是说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受访的时候就表示 他已经去和习主席明确表示 美国将会根据和北京的协议 不会寻求台湾独立 不过如果北京单方面试图去改变台海的现状 美国就表示不排除会动用武力协防台湾的可能性 关什么事 大哥都是我们中国地方 你无端端打算派兵去我们中国地方为什么 做什么呢 是不是不合法的 不过就来大选了 所以特别多这些妖魔鬼怪不知所谓的言论是不出奇 好了下一单新闻 近年来由于受到暴力的影响 在澳门非法为个人又或者组织提供大额现金兑换 又或者高利贷服务的换钱党群体迅速扩散 并且就是说导致到很多罪案包括是嘔斗、诈骗、盗舌、偷盗等等的违法状况 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的治安稳定 中国公安部就宣布要严打这一系列的东西 要全链条摧毁这些犯罪团伙 特别就是说洗米华下网了 而且现在澳门也是时候转型了 就不应该全部都只靠倒 所以对于这些透过赌博行业所资深的灰色产业链 都是时候要做一个大整顿 好了最下一单新闻 根据国家航天局的消息 在昨天的早上7点38分 上俄6号攜带着月球的样本在月球背面起飞 总之就是说上俄6号完成了采样 准备拿着那些他在月球的手信准备回来中国 另外就是说上俄6号也带着五星红旗 在月球的表面成功展开 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旗 相当之好 而且拿了大量的样本之后 可以看一下究竟月球有没有什么神秘的物料 神秘的成份 好了今集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就一会儿之后再见 好就是这样 拜拜